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在較早之前 國會的參眾兩院分別就以大比數 通過了總值9000億美元的抗疫紙困法案 但是在昨天 特朗普總統揚言要否決這條法案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 既然都花得這麼大塊錢的時候 沒有理由每名民眾只派600美元那麼少 他主張每人要派足2000美元 這個位置就體現得到他愛護人民的精神 好了 原來這件事未完 細節就在魔鬼當中 由於這條法案 老實說五千九百幾頁 你問代議士究竟有沒有看清楚所有條款才去投票 我相信大部分都沒有 閉上眼來都去投票 不然就不會出現一個那麼陰濕的情況 原來 有民主黨人在這條的所謂抗疫紙困法案當中 放了一些私貨 這條私貨是什麼 就是竟然間借機要修訂反叛亂法 要廢除總統動用反叛亂法的權力 你說這些是多麼卑鄙的行為 完全跟這個抗疫紙困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竟然間 你又洩一點他又洩一點 攝足5900多頁的時候 他打算搏大帽 結果又被他成功了 好在現在特朗普總統 就說你派錢派得太少 他要否決 幸好他在 最後守了美門 殺停了這條法案 如果不是他簽了名 那就真是大劑了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說說投票結果究竟是怎樣的 眾議院就以359票贊成 53票反對通過了 參議院就以91票贊成 7票反對通過了 實際上這些投票贊成票的議員 我認為 全部都是不負責任的 為什麼 大家聽聽為這條 抗疫紙困法案 裡面的條文的細節 大家就一清二楚了 為什麼會洩到5900多頁 原來因為這條法案 又包括了很多對外援助的項目 比如說 要向柬埔寨撥款 8550萬美元 向緬甸撥款 1億3400萬美元 向埃及和埃及的軍方撥款 13億美元 向巴基斯坦撥款 2500萬美元 發展民主的項目 向總共7個中美洲的國家 撥款 5億0500萬美元 你說這些錢 是不是用得冤枉呢 好像仙女散花這樣散走了 根本上跟抗疫紙困的原意 就是有矛盾 抗疫紙困當然是對內來做的 那些項目 有什麼可能去援助其他國家 完全根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就算你說國內的項目又怎樣 撥4000萬給金奶迪藝術中心 撥1億5400萬給國家藝術館 撥10億給史密森尼博物館 這些完全就是 愚蠢到極了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說要反對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他也沒有提到 你否決他動用這個 反叛亂法那件事 他純粹就是看到 你這些開支完全都是混亂的 你派給民眾就600元美金 這些無謂項目就大花童 當然 他就認為是有問題 他自己有親口說過 為什麼要否決這條抗疫紓困法案 他就說這條法案當中 包含了很多浪費公帑的項目 但是比普通的民眾 只得每人600元美金那麼少 同時也是沒有輔助那些中小企業 也都沒有提供什麼優惠的政策 尤其是針對餐館方面 因為餐館在今次的疫情當中 蒙受了嚴重的損失 反而國會就為著外國政府 政治稅客 和特殊利益集團 派發了大量的金錢 只是留下最低限度的錢 發給那些真正需要援助的美國人 這真是一種恥辱 而且法案的內容長達5000多頁 蝙蝠擁場 內容複雜 幾乎沒有一個國會議員 看完整篇的法案來投票 於是特朗普就說 要否決這條法案 好了 實情他這個原因就是正頭正路 也是合乎情理 根本上在這條法案裡面 被民主黨人放了很多私貨 那些所謂援助的項目 完全不對題 真正要援助的 是美國的民眾 美國的中小企業 那些才是到位的 你援助外國把鬼 你援助那些不知什麼博物館 最離譜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竟然是想借機 修訂這個反叛亂法 廢除總統動用反叛亂法的權力 這就顯示得出 根本上民主黨人裡面 有些人就真的是膽怯 他們就嘗試捕捉特朗普的套路 因為之前也有風聲傳出 說特朗普其實是可以動用這個反叛亂法 於是他們就在這裏放了私貨 想導致特朗普動用這條法例的權力 想先下手為強 這些真是夠卑鄙 明明這條法案是在講抗疫紓困 那些傢伙博大帽 看到這條法案 反正也有五千多頁 不差再放一頁 博沒人看到 好 終於現在在網上 在Twitter上傳得很厲害 被人搜尋了 所以這條法案根本上就是要否決 你不能夠通過這些東西 至少要抽起這一條 你不抽起這一條的話 根本上就等同於廢了特朗普的武功 你弄得特朗普不能反撲 你只能做到這個效果 當然這就反映得到 有部分民主黨人就真的心虛 害怕特朗普真的會用到這條法例 來動自己 如果不是要用這些東西 真是離譜 你抗疫紓困就應該是抗疫紓困 這些東西就是無關的 當然 你說有些共和黨的議員有沒有責任 絕對是有責任的 你說五千多頁看不完 那麼多個參議員你過半數 你可不可以 那麼多人來分工合作 各自看 有那麼多議員助理 你叫那些人看 那麼多幕僚 全部人都不看 反而我真的很欣賞 那些左膠經常打的 特朗普克魯茲 克魯茲是其中一個 少數在參議院投下反對票的人 特朗普就解釋 他說 這次這樣的抗疫紓困法案 金額就過高了 法案的條文內容又過於擁場 由於根本上沒有充分的時間來檢視 那些條文 於是他就投下了反對票 他這次反對就是對民眾對國家負責 是不是 你根本上五千多頁看不完 看不完就不要投 看不完就不應該投 身為一個代議士 你竟然間連那個法案的全民都沒有看過一片 就走去蒙著眼睛 猛閉閉地投贊成票 這些人根本上就是不負責任 包括有些是共和黨的議員 是不是 你派錢老實說 用不著寫五千多頁 純粹寫一頁也夠 派錢向每名民眾派多少錢 是不是 五千多頁一定有鬼在裡面 現在就放了這些 至於有沒有放其他東西 我也不知道 我在Twitter看到有這個項目 我就告訴大家 可能裡面放了很多魔鬼 在裡面也不知道 所以Ted Cruz是負責任的 這個議員是 沒有時間看清楚你贊什麼成 你贊成是要負責的 對不對 你是不是贊成了 廢除總統動用反叛亂法的權力 為什麼有這一條你那班議員都不知道 傻瓜 幸好現在特朗普總統在後台 他就說不肯簽署這條抗疫紓困法案 就說要把派錢的金額 從六百元提升到二千元美金 如果不是他大不一揮的時候 就根本上回不了頭 還有白宮的幕僚也要負責 是不是 有沒有做事 心不在言 你說特朗普總統的日理萬機 看 他不會看的 這五千多頁的紙 但是你那些幕僚要幫他看 你要提醒他 現在 說到要修訂這條法案的時候 竟然間也沒有叫民主黨 抽出一些私貨 你那些白宮幕僚也有問題 竟然間要在Twitter上傳來傳去 大家才知道 為什麼我會認為 那些白宮幕僚是不知情的呢 因為 一來我相信這班傻瓜 就沒有那麼有空 沒有那麼神心 去掀這五千九百多頁子 二來 如果他們知道的時候 就已經提醒了總統 裡面有一條私貨 你叫他拔出來才好 再去表決 因為現在 這個民主黨的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他認真姦 他竟然間就走出來發了一條貼文 他說 我都支持特朗普總統的建議 每個人要發兩千元的 救濟金才對 然後他就說 我們要在下星期一 馬上在眾議院再表決 為什麼要這麼快呢 因為他想快刀斬亂麻 他想搏大霧 他就是想迎合了特朗普的建議 他說二千元 好 二千就是二千 反正你一過了的時候 那個反叛亂犯的權力 就被人家廢了武功 你說那些白宮幕僚在做什麼 你不可能叫總統 只要看五千九百多頁子 對不對 是白宮幕僚的責任 不知道在做什麼睡覺的 那些人是 離了大譜 你要有特朗普的這種勇氣 不是說你抗疫紓困 派六百元美金 然後其他你全部不看 看不清楚 你不知道裡面有沒有魔鬼 不應該投贊成 等同於上次一樣 特朗普看到一個漏洞 會不會 變了很多的滲透 跑去美國 他就投反對 所以那些左膠斥責 根本就毫無道理 特朗普是在參議院裏面的表表者 人家看不清楚那些條文 沒有時間看 他就不贊成 就反對 怕什麼 另外 有個人 我又想說一下 這個就是特朗普法律團隊的其中一個律師 就叫做 Jana Atlas 他前幾天 在Twitter上發了一條貼文 就說這個反叛亂法 就不應該用 因為一用就違憲了 然後就在下面給那些網民 給特朗普的支持者 共和黨的支持者 就剷到他七個一皮了 別人罵你就罵得應該 你作為一個律師 完全錯解了憲法 你當自己是法官 未曾動用這個權力 你就馬上說違憲了 你怕事 你怕的 不如你退出這個熱廚房 好過了 你沒有理由說這些 你又說不能用 這個又不能用 根本上上一次 百恩富商說的 就是真的 因為忽林將軍認證了 整班人在怕事 這個不行 別人提到的建議 還沒做就說別人不可行 那你那些可不可行呢 老實說如果是可行的 都可行了很久了 是不是 根本上你那個司法的途徑就是 上到最高法院都是齒勞不通 你就算說你不認同那些 其他的路徑也好 你不用公開說這些 當然他後期被人罵得 剷了那條鐵文 是 那你就一早不應該說這些 好了這一節就說到這裡 祝大家聖誕快樂 下一節再見 拜拜 拜拜